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历史人物》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诸葛亮,三国时期的智慧象征 二,诸葛亮的兵法与治国理念 三,诸葛亮的遗产,东方战略思想的典范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诸葛亮,三国时期的智慧象征 当然,诸葛亮,这位三国时期的智慧象征,他的故事比我这个教授的课堂上的笑话还要多 他不仅是刘备的军师,更是后人心目中的战略大师和典范 他的名字经常与智慧、谋略和忠诚等词汇联系在一起 就像现代人提到工作狂可能会想到埃隆、马斯克一样 诸葛亮的故事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他的草船借鉴和空城记 《草船借鉴》,这个故事展示了他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利用敌人的力量为己所用 据说在一次战役中,他需要大量的箭,但是时间紧迫,资源不足 于是他命令士兵们用草做成人形,放在船上 然后在雾中接近敌箭 敌人以为是真的攻击,于是射箭如雨 等到雾散,诸葛亮的船队满载而归 每个草人都成了箭靶,而这些箭正是他所需要的 至于空城记,更是传为佳话 在一次被敌军围困的情况下 诸葛亮既然命令士兵打开城门,自己则在城楼上弹琴 敌军将领司马懿认为这必定是个陷阱,于是撤军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最大的胆量就是最好的策略 但是,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 诸葛亮还有一些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意识 比如,他在家务事上也是个智慧象征 据说他发明了一种连弩,可以一次射出多箭 这在当时无疑是一项革命性的创新 但是,他的这种创新精神并不仅限于军事领域 他还设计了一种用于农业的水利喷灌机 可以说是古代的智能农业先驱 诸葛亮的一生充满了为实现理想而不懈努力的故事 他的出山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出了隐居的诸葛亮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是最伟大的智者 也需要一个懂得欣赏他的领导者来发掘他的潜力 最后,我们不能不提诸葛亮的忠诚 他的出师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片 表达了他对刘备的忠诚和对国家的责任感 他在诗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可谓是忠诚的典范 总之,诸葛亮不仅是三国时期的智慧象征 他的故事和智慧至今仍然激励着人们 不过,如果他知道后人把他的名字 用在了各种各样的考试培训班上 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感想呢 也许他会微笑着说 无遂死,仍需助人成才啊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诸葛亮的兵法与治国理念 好的,让我们来聊聊三国时期 那位传奇的军事兼政治家 诸葛亮,他的智慧和才干 几乎成了后世谈兵润战的必备素材 诸葛亮,自口名,好卧龙 他不仅是刘备的跋山盖世的大脑 还是蜀汉的全能型保姆 首先,我们得提一提他的兵法 诸葛亮的兵法思想 可以说是智取和奇谋的代名词 他最著名的兵法故事 《非草船借鉴莫属》 这个故事展示了他如何在 没有资源的情况下 利用敌人的力量为自己补充剑矢 简直可以说是古代版的环保在利用 他还有一个著名的空城记 那是他用一座空城加上一把琴 吓退了司马懿的大军 这招可以说是心理战的鼻祖 也是装逼的典范 再来说说他的治国理念 诸葛亮在治国方面 主张内修文德,外托疆土 他在蜀汉时期 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 包括严格的法律 简化的行政程序 公平的税收制度 还有对农业的大力支持 他的出师表中有句名言 非淡泊无以明智 非宁静无以致远 这句话体现了他淡泊名利 专注治国的态度 诸葛亮还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他有一套用人之道 就是知人善任 能够根据每个人的特点 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 比如他对魏延的使用 虽然知道魏延性格刚烈 但还是充分利用了他的勇猛 让他在战场上大显身手 最后 我们不能不提诸葛亮的南征北战 他晚年发起了连续的北伐 虽然最终未能成功 但他的坚持和毅力 成为了后人敬仰的对象 他在临终前写下的戒子书 更是流传千古的家书 体现了他对后人的殷切期望 和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关怀 总之 诸葛亮的兵法与治国理念 不仅在三国时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也成为了后世无数政治家和军事家学习的榜样 他的故事和智慧 就像是一杯陈年的老酒 越品越有味 让人回味无穷 不过 如果诸葛亮知道 后世有多少人用他的名字去打广告 可能会在棺材里笑出声来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诸葛亮的遗产 东方战略思想的典范 各位同学 历史爱好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历史上的超级明星 诸葛亮 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卧龙 他不仅是三国时期蜀汉的成像 还是一位战略家 发明家 外交家 简直就是古代版的全能型选手 他的遗产 不仅仅是一些文字记录和传说 更是东方战略思想的一个典范 首先 我们得承认 诸葛亮的形象 在后世被神化了不少 三国演义 里的他几乎是智慧的化身 能呼风唤雨 一出手就是七情七纵梦祸 连天都能骗一骗 让人不得不佩服 但是 我们今天要聊的 不是小说里的诸葛亮 而是历史上的那位战略大师 诸葛亮的战略思想 可以说是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的最佳实践者 他深谙地形 人心 政治等各种因素 能够制定出 既符合实际 又能够出气之胜的计划 比如他的空城记 就是利用敌人的心理预期 用极少的兵力 去营造一种强大的假象 成功地下退了司马懿的大军 这不仅仅是智慧的体现 更是心理战的高级运用 再比如 他的草船借鉴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用草人做诱饵 借东风一夜之间 就借到了十万之鉴 这不仅仅是智慧的体现 更是资源整合能力的展现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诸葛亮总能想出一些 物尽其用的办法 诸葛亮的遗产 还包括他的治国理念 他提出的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精神 体现了他对国家 和人民的忠诚与责任感 他的南征北战 虽然最终未能实现 统一的大业 但他的佣人知道 治国方略 至今仍被后人津津乐道 最后 我们不能不提的是 诸葛亮的遗憾 他的北伐虽然英勇 但终究是力不能及 这也让后人 对这位智者的人生 留下了一丝惋惜 但这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不是每个英雄 都有完美的结局 但他们的努力和智慧 却能够穿越时空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所以 诸葛亮的遗产 不仅仅是一段段精彩的故事 更是一种智慧的传承 一种战略思考的方式 一种对待生活和工作的态度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是在古代的战场上 还是在现代的伤害中 那些基本的战略原则 了解自己 了解对手 合理利用资源 事实调整策略始终是成功的关键 而这 正是诸葛亮留给我们的 最宝贵的遗产 诸葛亮 这位三国时期的智慧象征 他的故事和智慧 至今仍然激励着人们 他的兵法思想 治国理念 以及他的遗产 都是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他的智慧和才干 让他成为了历史上的超级明星 也是东方战略思想的一个典范 不过 我们也要注意 诸葛亮的形象在后世被神化了不少 他的故事和智慧 虽然令人敬佩 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达到他的高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我们要学习的是他的智慧和思维方式 而不是照搬他的做法 最后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诸葛亮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们觉得他的故事和智慧 对于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